我们临帖要不要像呢? 很多人认为越像越好啊 能够跟卑帖重演更好了 其实啊,临帖像呢 并不是学习书法的最终目标 但它绝对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临帖呢,要从陆帖到初帖 从不像到像,再到不完全像 这样一个过程 分成三个阶段的话呢 第一个阶段就是对着临 取法乎上,正得其中嘛 我之前呢,多次讲过 要临席那些名卑和名帖 要通过独帖、背帖、临帖、 校正的教帖 这几个步骤呢 努力还原背帖的笔法和结构的细节 临的像啊,那是一个基本功 也是必经之路 你不能说,我就临个大概吧 那你真的失去了临帖的意义了 也是为你临步向找个借口 用创作作品的形式呢 把它表现出来 一定要注意 不能失去那个原帖的风暴 这个方法呢 是个很好的自我检验的方法 第三个阶段呢 融合与表达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一个初帖的过程 积累了许多的背帖学习之后呢 我们只能将某一个背帖做取法 那表达的手法就太单一了 我们临帖的最终目标呢 应该是成功开心 与时俱进吧 在继承传统功底的基础上 能够将那些不同的背帖特点 根据自己的创作所需 灵活的去运用和融合 黄庭坚曾经说过 随人作记忠厚人 自称一架使必真呢 如果只是去临摹别人的字 就好比你一直在跟着别人后边跑 永远也追不上前人 我们学习呢 要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啊 应该是以取法作为基石 同时再加上个性化的表达 这个就是艺术的真谛